老六地图 不是作者 你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敢在我面前玩鹰的 看我怎么整治你 就这么简单的地图 看我直接拿下 开局先回拉试探一下 没问题 我们走左边 是这作者想少了呀 问题不大 我们直接走左边 然后跳中间 没问题 再次走左边 看到没 然后反其道而行之 问题不大 我们跳铺到中间不就行了 这间距还真的不好把控啊 只能用那招了 这里直接拱动上 老六坐着 我真是服了 看来还得老老实实过去啊 这里跳不到中间 然后跳侧边 轻松拿下第一关 老六坐着 你要不再把陷阱设明显一点呢 直接走左边 小问题 再来一次 哎呦你个老六 这你也设谈满 和老六坐着勾心动脚 真是要累死 先吃个胃龙青嘴烧 混一混吧 而且这次还是胃龙青嘴烧 和蛋仔派对联名款 这个通胞粉粉嫩嫩的 和我家小哥太适配了 我的推当然是小哥了 我要把小哥放进去DIY这个通胞 圆形满满的粉色 和上面可爱的蛋仔形象 趁我家小哥更好看的 这个通胞容量还挺大的嘛 我要是把胃龙装进通胞包里 再送给小哥 他会不会给我更多零块钱啊 嘿嘿嘿 联名礼盒也好好看 下开看看 好多胃龙产品啊 看着好馋 还有这次联名周边 胃龙也太大方了吧 我要把周边都给我家小哥 这吃了两口就轻松到这里了 还想让我三选一 我直接从下面跳下去 我走 好好好 敢耍我是吧 肯定是这广告牌后面的传送门了 看我一个回来 直接轻松来到终点好吧 就这也敢成老六地图 好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